Hello,大家好,我是Jay,欢迎来到今天的直播 今天呢是有这个CPI, sorry,明天是CPI,今天是美联储会议录 所以上来也有一阵子没有做直播了,陪大家一起去看一下 美联储会议录的报告顺便附一下盘,看一下今天重要的这个走势 好,现在呢美联储会议录这边是出来了 但是这更加大的就像是the elephant room,对吧,那个房间里的一个大象 就是走掉之后呢,我们看见美股是一路是走低的 但是来到这里呢是得到一些支撑又往上去走了 毕竟这一些会议录里面的消息呢是几个星期之前的 所以之前其实美联储的姿态呢已经是放音的了 而来到这一边呢,如果没有太大的跟原本的这个鹰派的发言的话 其实最坏的早就被这一个市场呢是priced in,然后是预期在里面呢 所以没有看到进一步的这个反应 当然尾盘是这个CPI之前的一个尾盘 因为CPI是盘前一个小时出来的 所以一些操作呢就基本上特别是起权方面的 肯定是盘前是要去做的 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个VIX恐慌指数会不会有所改变 美联储在这一边呢我们去看一下贿赂是怎么样去说出的 Risks included longer leg effects from financial tightening, the effect of union strikes, slowing global growth and continuing weakness in commercial real estate 在这里呢美联储还是因为一直关键词就是carefully 就很小心翼翼的再往前再加息 如果是有需要的话 但是他们也清楚这里的风险呢就是经济收紧的这一些政策呢 是有这一个缓冲的 就不一定就是即刻能看到这个反应 所以如果之后收的太紧的话 那还是要有可能就譬如说是提前放水 也就是现在这两天市场的一个预期 毕竟美联储的二当家和三当家都出来明说了 就是现在呢已经是有点是加到头了这个意思 也是看这一个工会的罢工 当然我们知道工会罢工来说的话 这一个编剧 好莱坞的这个编剧的罢工是正式结束了 现在就是看汽车这一方面 汽车工这一方面是怎么样 有一点进展 有个别的一点的进展 但是最近消息面淡了 毕竟现在这一个以色列的情况的问题呢 是处于这一个市场的最关心的一个点 另外呢就是全球的这一个增长的缓慢 但是今天早盘的时候 美联储区域主席Waller呢 是出来去说第三季度的GDP吗 有可能会超过4% The economy is really booming 经济发展的非常好 唱多这一个软着陆啊 所以美联储在这一边呢 是非常看好这一个情况的 今天麦还可以吗 我看一下那个麦克风是不是听得见 大家能听到我在说话吗 能听到按个E 这样子我可以把那个音频给调一下 有的时候那个麦克声音不够大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去说这一边 Participants still saw below trend growth Softer labor market as necessary to restore economic balance 这个呢也跟其余时候没有太大的一个区别 也就是美联储这一边呢 是觉得需要看到增长放缓慢一点 就会市场降温 才可以把经济的平衡 重新的再次达到 因为为了去补救疫情里面 经济的这一个衰弱 所以呢 美联储就是大放水 那大放水之后呢 就要回到这个平衡 疫情要出来去复苏 但是这也是一个过程呢 Many participants noted that data volatility potential data revisions as a pointing case for proceeding carefully in determining extent of additional tightening 在这里呢 还是那句话对吧 又是这句话 carefully 非常小心的去看 还要做多少多的这个收紧 在这里呢 有很多美联储的这一个会员呢 都是这个理事呢 都是觉得现在的数据呢 是有一定的voltoity波动的 在这里呢 还有一些数据的修改 像我们知道那个非能的数据 就经常被修改 特别是那个就业人 就业的那个数据 18万7被上调到22万多 所以这种东西就是一个报告 下一个报告吃不准 那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走势 但是来到这里呢 对吧 美联储的官员呢 也是会看的就是这个收紧政策呢 要不要小心一点 其余的那个Fed Meeting Minutes来说的话 大致上就是之前我们看到的那份偏音的 也就是还有可能呢 就是再给一个 上次的投票呢 是12对7的 12票支持 再加一次到25基金点 把终极率放在4.6左右 然后是有7个呢 就觉得现在是差不多了 但是这两天的发言 特别是二当家和这一个三当家 二当家是那个Fed Vice Chair 也就是美联储复制式 Jefferson 那边呢是就是说那个Policy is restrictive 觉得这个现在的这个货币政策呢 是已经达到了足够的压制性 对于通胀来说 当然明天我们会看到这个比较大的一个数据啊 也就是CPI 今天出来的呢是PPI PPI呢是爆雷的 因为这个是高过预期的 PPI在这里呢是预期是1.6 结果出来是2.2 核心呢是2.3 预期然后出来是2.7 但是PPI里面 Producer Price Index 这个制造者的这个通胀数据呢 是包括了汽油价格的 而我们知道汽油价格有回暖 特别是石油的这一方面的这个价格 所以其实这个因为上一次老包被问的时候 鲍威尔已经是说过 他也知道有这个情况 给的答案就是看 Is it sustainable 对不对 有没有维持性 那现在我们知道虽然战时已经起来了 然后在周一的时候呢 我们也看到石油的价格往上走 但是现在石油的价格 大家也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 已经开始往回头走了 为什么呢 shaky demand 对于经济衰弱的这一个预期呢 还不是这么的好啊 什么意思呢 就是如果是预期全球有这个economic slowdown 经济衰弱的话 那就代表对于石油的需求呢 会慢下来 对不对 所以来到这里呢 没这么多人买的话 你价格维持的再高 你再减产的话 它也是很难保住这个价格 毕竟供应商是需要有买家的 而买家不出现的话 那这里价格还是得往下调 我们看到现在特斯拉也是遇到这一个问题 毕竟来到这里呢 整个汽车市场呢 对吧 在衰弱里面 汽车市场呢 也是需要有更加吸引的这个物价 才能这个吸引到更加多的买家进来 不是特斯拉一家的这个问题啊 其实不同的这个汽车制造商呢 都是有同一个这个问题的 毕竟全球的经济衰弱来说的话 是大家一起去面临的一个问题 而战士在这里呢 也是添加了一份不稳定性 不确定性 给了现在的这一个市场 好 来到这里呢 我们可以看到 暂时这个逼空的行情呢 是闪现 因为今天早盘呢 我们可以看到 美股是高开的 直接到了4376 到了我的指标的上限这一边 所以给出了一个做空的一个信号 到了下面 其实没有走的太弱啊 如果走的弱的话 它是会碰到 像这里碰到下限这一下 这样子的 但是它没有去碰到 还是留在中间左右 偏离了我的这一个均线组合的一点点 然后就是 在这个美联储贿录出来之后呢 再一次的往上去走了 现在对应的点位呢 是这里的下影线 直撑4360左右 所以没有太大的一个改变 这里整体来说的话 比较像的是一个 这个下行的一个三角 下行的一个三角 那为什么今天大盘这么弱吗 如果我们打开mcdx去看的话 我觉得比较的明显啊 今天那个红色的阻力没有出现 大家可以看到昨天 前两天冲得非常猛的时候 这里是mcdx呢 是一路高歌的 但是来到这里呢 是渐渐的又出来了啊 进入明天的CPI 那么CPI通胀来说的话 对吧 我们通常是去看这一个 Wall Street Journal的记者 Nick Timurals Nick T 有时候会泄露一下啊 华尔街的这个记者 这里他好像没有对这一个 CPI这里给出太多的方面 可以去看一下 最近头条有没有改 Higher bond yields likely to extend Fed rate pause 如果国债利率维持的比较久的话 那么就有可能会延续 美联储的这一个暂停啊 也就是不继续激进的去加息 这个没什么改变 这两天其实大家也看到了 很多这个头条 基本上就是在说 国债利率涨的有点多了 那么来到这里呢 美联储可能就不想再继续的 把它推上去了 其余的来说 他没有太多的一个 我会细细的再去看一下 其余的这一些 但是他最近没有去写那个 太多CPI这一方面的关系的 我看到指数来到这里呢 是开始拉涨了 4361 前面特斯拉今天是到了 261左右 给了一个不错的回踩的一个机会 就是在测试之前的 260左右的这一个附近的那个支撑嘛 今天最低点是260.9 现在到了263.5了 所以还是在这一个 缺口的支撑之上 今天变成了一个下影线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特斯拉快要转绿了 特斯拉的财报 还有7天我是会做直播的财报季度的时候 然后在这个之前呢 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 不同的这个评级的公司呢 都是下调了特斯拉 这个是因为特斯拉的交付数据 43万 43万5应该左右 所以啊就是不是这么的好吗 来到这里我们就看一下 有些这个评级上的是再次的把它调低 今天盘中莫根斯丹利呢 是有推出对于特斯拉的一些这个优患的啊 因为他们有一个应该是一个conference 一个会议啊 跟一些投资者 然后里面投资者是讨论了一些自己的一个观点 这个消息放出来之后呢 配合大盘的打压呢 我们看到特斯拉是去测试了一下自己的260261这一方面的这个支撑 但是现在大盘呢又上来了 所以看到特斯拉也拉回去 基本上是回到了264 来这里呢 我们可以看到大盘是非常的猛 直接是在网上在冲啊 到了4365 美联储会议录之后呢 出现这种逼空的行情还是比较正常的 我在想本来有可能是到明天吧 毕竟CPI都还没有结束呢 这里先拉上去啊 就啊就比较是一个问好了 我可以看到这里碰到了我的这一个指标的上端 我们看一下会不会形成一些压力啊 啊继续往上走的话 最近的这一个压力区域在4375和4380 这个对应的是之前的一个缺口 整体来说大盘还可以 来到这里呢 我们可以看到五分钟的时间段呢 有一些红色的这个阻力呢 渐渐的开始出来了 今天指数的走势是怎么样的呢 今天指数的这个走势呢 是在走这一个分化 Chang hello 指数今天走的是一个分化的局面 为什么呢 这里给大家去解读一下啊 这个复盘也顺便给做了 一会儿会有一个短一点的 这个总复盘收盘的时候 大家记得不要错过 今天纳指和道指呢 是走分化的非常简单 NASDAQ呢 是对这一个国债利率呢 是非常的敏感的 而今天我们可以看到 场线的国债利率呢 对吧 10年20年30年这些呢 都是在跌 科技股最敏感的就是10年国债利率 10年国债利率今天是有拍卖的 本来如果拍卖的不好的话 是会进一步去影响走势的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拍出去的这个利率呢 是4.61 之前前值呢 是4.289左右 所以这个4.61就是最现在的这一个10年国债利率在这里 4.606 就是为什么现在在这个位置吗 但是这个位置呢 是跌了1.01的啊 跌了1.01的 所以这个就减轻了 对于科技股的这一个估值有一个释放啊 因为之前利率越走高呢 对于科技股就越不好 所以NASDAQ就走的不是这么的好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他碰到了我们的这个指标之后呢 就开始往下去走了 所以在日内操作 我自己喜欢的就是去找均线 或者是下线这种的支撑呢 再陪他上去 因为这会给出我一个很好的一个套利的机会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去看一下 这个是我在那个会员里面用的一个指标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去看一下这一个 国债利率是不是建了一个峰值 其实大家如果吃过这个麦当道 或者看过蝙蝠侠的话 应该都能认出这个十年国债利率 现在走出的一个趋势啊 一会儿给大家去看是为什么 这里国债利率特别是长期的这一些 跌的比较多呢 其实对于倒挂不是这么好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两年的国债利率呢 还是在百分之五之上涨了百分之零点五一 通常我们看的是 ten two year 对吧 ten year和two year 两年对于十年的国债的利率的这一个倒挂的这个现象 就是代表长期的国债利率呢 是低过短期的这个国债利率 所以有eo current inversion 而这里倒挂呢 又再次的加深到了0.4 本来都已经缩短到了0.2几吧 所以来到这里呢 这个就不是这么的美丽了 十年国债利率这一边 它的这一个30分钟左右吧 算是swing trade的这一种走势 给大家看一下哈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有很明显的一个蝙蝠侠 头盔上面的上半 这个麦当劳的这个golden arch 我们也可以看到 这里就是很典型的一个M头摆在这里 M头 我们也可以看到 之前国债利率上来这一段 全部都是有均线支撑的 但是来到这里呢 对均线给出了卖出的这一个信号了 所以只要这里国债利率继续的崩下去的话 利好TMF TLT 也就是做多美债 因为美债和美债利率的价格呢 是相互的inverse relationship 所以当美债利率在跌的时候 美债的价格再上去 表示有人在买美债 毕竟现在有战事嘛 所以规避风险的资产 像黄金和美债都会得到加持 但是注意到美债呢 是可以得到一些领先于美股的这一种的走势 大家要熟悉之间的这个关联 不然我们在看的时候 都不知道为什么那个股票在涨或者在跌 来到这里呢 我们可以看到TMF今天是涨了4.25% 当然跟这一只股票来说的话 真的是没什么可说的了 我们可以看到来到这里呢 这一只小股 TPST Tempest Therapeutics 教大家一个小诀窍 你看到Therapeutics的话 治疗的话就知道是一个生物科技股 在这里呢 我可以看到是临床阶段的肿瘤学公司 临床阶段这一个关键词呢 非常的重要 也就是clinical stage 这个都已经告诉了我们这个公司在什么阶段的 其实草生物科技股呢就要研究 它是不是达到了commercialization 也就是商业化 如果它没有一个药或者是一条治疗法在外面呢 是得到了FDA的批准 也是在外面在卖的话 那它怎么会有营收 怎么会有钱 它可能有些个别的服务业吧 然后自己的IP 也就是知识 这个intellectual property来说的话 知识产权也是值钱的嘛 但是在那个之前啊 纯粹的这种的hype推上去的 到了后面很多这一种公司呢 你的clinical stage要通过三个阶段 然后到了最后才得到FDA 一开始的时候呢 是NDA对吧 这个新药的注册 这个过程还是比较的繁琐 如果不是很熟悉啊 这一个整个批准的 FDA的批准的过程的话 就比较难去操作这一种的这个股票 因为比较讲究 就是你懂不懂这整个过程 还有每个阶段 哪里会对于股票 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影响点啊 这些都是有细节的 但是整体来说呢 去看到临床阶段 就知道这应该是刚开始 让我们可以去看一下消息面 通常呢是它每一个阶段呢 都会去需要达到一些 top line一些 就是它的研究的一个结果 如果有很大的成果 那肯定会大大的利好股票 毕竟很多这些股票呢 都是小市值的 七千多万 然后你要小心的就是 low float high flyer 它的流动股本也非常的小 所以就容易多次的熔断 这样子我们去操作啊 它每五分钟就停一下 停一下Votility halt 那就很麻烦 到了最后呢 SEC觉得有古怪的时候 直接把你长期给停牌了 那就不好了 所以操作这种股票啊 你是基本上一天呢 都有待在level two的前面 看这个大宗的买卖去研究 哪里会有问题 这个是适合超短线的投资者去做的 当然如果你摆了十块钱进去 看一下有没有彩票的话 那个就没有太大的损失 一顿饭的事情 另外来说的就是 这些公司没有实际的 这一个业绩的话 就代表有很大的可能性 到了后面股价拉的够高的时候 就会去融资 也就是做增发offering 在那个时候啊 稀释这个股权的时候呢 那就会造成的反面的一个跌幅 这个股票今天应该 大家都会去看到了 毕竟昨天两毛三 今天五块九 我去看一下volume 这个volume我今天还是没有看 但是有很多人在讨论这一只股票 一会儿我去陪大家去检查一下 这一个消息面是什么 给大家去解读一下 哇 that's a lot 1.5亿股 但是你要注意的就是 它有很多的时间段 是股价在更加低的时间 that's a lot of volume 但是它那个量呢 基本上维持几天呢 可能一天呢就没了 就是看能不能维持下去了 好我们去聊回去大盘这一边啊 因为大盘是这个重点 但希望这个国债率呢 是可以给大家多一点这个资料呢 知道为什么这个大盘 现在走的是走上去了 然后为什么科技股 看起来比较是强一点 托斯拉还是翻率的 没有太大的变化 来到这里呢 我们可以看到 美联储的加息 下一个美联储会议加息的这个几率 外卫市场给的是8.1%左右的这个几率啊 我们把这里给更新一下 alright let's take a look 今天load的有点慢 是不是太多人在检查了 如果大家想去看那个美联储的会议录的话 直接打Fed Meeting Minutes 然后你就会来到这个Fedal Reserve 美联储的官网上面去了 然后至于会议录的话 它有两个版本 一个是HTML 另外一个是PDF的 这里就是会去讨论一下 是谁在这个会议里面出现 我可以看到对吧 这种Pow老包 也就是美联储主席 然后在这边呢 那个时候啊 是那个Williams 现在的这个Vice副主席 现在的副主席是Jefferson 是这个Philip and Jefferson Vice Chair 然后就会可以去看到 接下来他给出的一些 一些这一个 就是他们讨论一些什么东西 大家就会说 老师这些全部都是英文啊 怎么看呢 其实Google有这个功能的 对吧 你可以直接就是 把它去翻译成中文 如果你用Chrome的话 是可以有的 现在翻译也比较发来一点 所以大致上去读的话 读的感觉还可以啊 像这种消费者价格通胀仍然较高 但继续显示出放缓迹象 对吧 个人PC总是增长了3.3 所以其实对啊 这种泛黄的迹象的话 也就是代表通胀降温嘛 我觉得整体来说 翻译了之后呢 看的还是比较好 但是就算翻译成中文之后 它还是很长的一篇文章 还是得去抓这个重点啊 所以有的时候对吧 我就会利用一些 像这种网站呢 它是会去抓重点 毕竟我们觉得重要的 市场不一定觉得重要 对不对 所以到最后还是一切 看这个花街事项 怎么去操作 但是这一个小诀窍呢 是教大家一下 这样子你可以更加容易的去 解读一下 解读一下 好 回到这一边呢 我们去看一下 这一个加息率预期的改变 26%左右吧 这个是最高的一个 在12月呢 再加25基准点 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1.8%去加50基准点的 就一直不肯走掉 可能是有人买了吧 也不知道 为啥 这里总是未有的 大家如果不清楚 这些 百分比是怎么形成的话 这个跟期权 期指很类似的 这是一张合约 代码是ZQZ3 CME呢 应该是芝加哥的 这个交易所 然后这一边呢 是有价格的 因为这些东西呢 都是可以去买的 Open Interest 未平仓是有它 9万9 10万左右 之前交易量是1万4 所以这一些都是 按照市场的 这个预估呢 去做出来的一些百分比啊 而来到这里呢 大家最关心的就是 降息的几率最大 是出现在哪一个月份 这一波啊 最最早啊 在Fatspeak的 这一个会议之后呢 我们是看到 它推高到了 这个5月份的 36%的机会 也不算小 毕竟暂停的机会 是42%吗 但是第一次 真正降息的 排面非常大的话 今年的一个 共整的一个位置呢 是明年夏天 6月左右 明年夏天 6月左右 在这里如果战事 更加的严重的话 然后 有制造了 更加多的 不稳定性的话 美联储提早放水 也不是不可能的啊 也不是不可能的 毕竟美联储 来到这里呢 觉得利率 好像有点高了啊 因为上一周来说的话 10年国债利率 达到16年来的 最高点位 自07年 金融危机 大家应该也是 听到这句话 比较多了 我也一度的 在群里 不是直接说了吗 哎呀 大家看呢 国债利率都拉直线了 变得像毛票一样的 通常那种情况出现呢 大家也看到了 我刚给大家看了 30分钟时间段 10年国债率 非常明显的 一个M头 M头怎么形成的 是非常尖的 双顶 非常尖的一个双顶 通常拉直线的时候呢 就是代表 对吧 一个趋势 走到了最后了 美股管这个叫做 Parabolic Parabolic 就直接拉直线 往上走 火射发箭上 火箭发射 发射上去了 这只股票 你就根本操作不到 它一直在停牌啊 我们一会儿 那个直播 finish的时候 我们再回来 再看一下 好 那么美联储 就先说到这里了 至于指数的 这个走势的话 我们去推演一下 这个CPI出来之前 其实最近这一个核心的CPI呢 往下跌 还是还是挺不错的 我们去看一下 Core CPI US 如果我们去看 过去几个月的话 这没啥问题 对吧 之前呢 非常流行的一个 唱这个市场的方法 就是 Stagflation 滞后 滞后的这种的 通胀的一个现象 那滞胀是什么意思呢 滞胀就是这样子的 5.6 5.5 5.6 5.5 对吧 连续四个月 这一种的核心CPI 跌不下去 那就要更加激进 继续的去加息 这个就是Stagflation 同时呢 高通胀 伴随着失业率 往上去走 那么为什么Stagflation 站不稳呢 失业率一直没有上去 一直就是在 4%左右 在晃荡 一直在晃荡 那么比较严重的时候 失业率在多少呢 疫情的时候 美联储紧急放水的时候 失业率到了 13%之上的 而现在呢 在3.8% 在上一次的 FOMC Meeting Projection的里面 上一次 这一个 9月的会议里面 他们是有做出 经济 经济 数据的一个 预测的 美联储 给的答案呢 就是4.2 也没有涨多少 所以 失业率来到这里啊 不爆雷也可以啊 因为要的是 Full Employment 充分就业嘛 美联储有两大方针 一个就是Full Employment 充分就业 另外的一个呢 就是维持物价的稳定 所以来到这里呢 这个失业率低呢 OK 但是总要给我看到 通胀是继续下去的 而来到这里呢 大家可以看到 5.3 4.8 4.7 4.3 所以一步步呢 再往下再走的 我们去看一下 这一次的预期 给出是多少啊 这一次核心CPI呢 是4.1的 前值就是4.3 所以是预期呢 继续的往下去走 Month Forward Month的对比呢 是0.3左右啊 这个的区别 这是这次CPI 那么我们去看 Headline有意思吗 Headline里面 包括了汽油和食物 大家也知道油价呢 在这里呢 PPI都爆雷了 那么Headline 也就是包括了汽油 还有这一个 这个食物的价格 波动比较大的那个 不一定这么的好啊 但是来到这里呢 年对年对比来说的话 还是希望Headline 从3.7跌到3.6 这个我觉得就有点悬了啊 我看到TPST停牌之后 开盘了那短暂的几分钟之后 又涨了两三百个百分比 到了26倍了 这种股票真的是观望啊 另外我觉得大家要注意的市场的消息 今天是breaking news 直接去说一下 这一个Republican共和党这一边呢 是选出了自这个麦卡锡 McCurphy之前的众议院议长 下台之后呢 对吧 要找一个第二个 第二个这一个上去的 而他的副手呢 就是这一个Steve Scalise 所以这一边呢 是在共和党这边是当选了 但是窗走去back的 另外的一个candidate 另外的一个候选人呢 是没上去啊 这我们可以看到 暂时GOP这一边呢 是选择了他去上去 作为这个nomination 最快在啊 最快刚刚市场这一边 写的好像是周三 周三就是今天啊 今天晚一点的时候 就有可能去 The US House will not vote on election speaker this afternoon 本来是有报告是说 今天就直接去投票 决定下一个speaker 下一个众议院议长是谁 但是今天没有啊 所以这个未完待续 为什么这么重要 我们是需要去看到有一个众议院议长呢 还是可以立法 但是你需要通过法案的话 你需要有一个议长的 不然10月17号 对吧 大家要记住啊 这里美国政府只是续命了45天啊 到了10月17号这一边啊 他还是想要想办法通过法案呢 才能继续的让这个政府不关闭 上一次1819年的时候啊 就是12月到19年的1月份的时候 政府关闭的 所以来这里啊 美国政府还没有out of the woods 今年又是这种年底上演 政府有可能会关闭 所以把这一个众议院的议长啊 给安排上去呢 也是买了一个伏笔的 因为啊 跟这个另外的这个candidate啊 应该是Jim Jordan 另外的一个是Jim Jordan 去对比的话 Jim Jordan呢 啊 跟那个是创总支持的吧 啊 但是这一个 现在当选的这一个speaker呢 他是有个亮点的 他比较能去啊 跟这个democrats 对另外 另外那个党派呢 是比较好的去想办法去通过一个法案 所以如果你想10月那个法案去通过的排面更加大一点的话 因为他比较是有一个insider嘛 啊 也是麦卡锡的这个副手嘛 所以就应该是能更加好的去达到这一个目标的啊 啊 毕竟现在明年是美国大选嘛 所以政府关闭的话不这么的好看 啊 来到这里 我们可以看到市场没有想动 自从大涨啊 之后呢 还是没有给回去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今天日线级别标普白指数走出一个十字星 啊 十字星呢 是不是变盘呢 就是一个问号了 希望可以变成是一个绿色的 像绿色的十字星有可能是有延续性 啊 上去把这个4400的这一个缺口呢 去给补齐的啊 啊 整体来说的话 其实最近啊 大盘走得非常的猛 为什么呢 啊 七强又变成强者了吗 我们去看苹果 苹果的日线级别 123456789 十根k线里面只有一根是红色的 苹果强的不得得了 啊 我们可以看到苹果 对吧 之前的一个黄金坑167 现在都已经冲到 基本上到了180了 那为什么这里开始有压力呢 对 缺口下方 啊 180左右是有压力的 另外一个走得非常的强 默默的在往上走的呢 是Meta Meta呢 也是一路高歌 在往上再走啊 前前一阵子Meta在300附近晃的时候 盘中突然的会杀跌杀跌 来到这里 我们可以看到有一根很大的 inverse hammer的这一个蜡烛 啊 显示趋势结束 我可以 就是我说的这一天 齐全翻了很多倍的 因为啊 在这一笔就是盘中 它很快速的下去的 应该是Meta Connect的那一阵子 它不是推出了一个新的头盔吗 应该是那里附近的 那几天的 啊 所以来到这里286 这里都已经碰到上限了 在328左右了 Meta冲的是一个劲的猛 但是大家也可以看到气角了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大盘冲进 有点欠佳 啊 Google来说的话呢 也是到了关键的压力位置 啊 在这里呢 Google之前呢 是139左右的 但是今天Google突破了 突破上去了 就是看能不能站稳了 大家可以看到的这里Google呢 是突破了之前的日线级别的一个重的一个压力区域 如果继续打开的话 对吧 有可能就是进一步的往这个巅峰去了 144 最高的那一个呢 在151左右 我们可以看到啊 非常漂亮的一个V型反弹 啊 气墙一个个点评过去哈 啊 特斯拉来说的话 对吧 还有7.9财报了 所以这一边呢 也是Earnings Roundup 其实我们去看特斯拉来说的话 这里是啊 我们去数K线的话 123只有三根红的 而且比较小 我们可以看到绿色的K线呢 是把这一个底部不断的推高 它再走一个上行隧道 上行隧道啊 这里今天的交易量也比较低一点 虽然是有些这个Selling Volume的 就是看能不能进一步的往上去补齐了 这里273附近的这个点位呢 非常的关键 如果在后面呢 对吧 在这里我们 譬如说交易规则应该怎么去定呢 那既然它是上行趋势 再走Higher Low的话 那么一个比较强强的股票 是不会比之前的底部这里呢 还要更加低的 所以就会去看呢 对吧 前面的底部是多少 前一天的 对吧 前一天的是多少 一个去做 如果它还是继续的在往上再冲的话 那就还好 那就还可以继续的看能不能冲上去 6.98了 能不能一天翻30倍 不知道啊 这个蠢速就变成的是一种看法了 这个红色这边来说的话 我有点担忧的 因为它昨天出了一个高9的 昨天九转出了一个高9的 所以今天就看到有点跌幅了 但前面一波也出现过一个高9的 所以看一下会不会转过去吧 毕竟今天的K线还没有走完 最后是怎么样形成的 还不确定啊 头肩顶来说的话 本来这里是有的 这里是肩膀头部 然后肩膀在这一边的 但是今天已经冲上去了 这里更加像的是什么图形呢 A B C 这个CD这一边呢 如果跟AB一样长的话 就代表特斯拉是有可能 冲到上线这一边去的啊 去补齐这一个290的缺口 那为什么这里特斯拉比较有意思呢 一来就是大家如果还记得的话 上一次最高点299.29的话 就出现在季度财报的当天 对吧 而在季度财报前面呢 大家可以看到的 特斯拉上次的季度财报是19号 7月19号 从7月11号就一直在往上冲啊 Earnings run up 在这一边呢 我们可以看到 它提前已经开始去拉涨了 如果真的走A B C D的话 那这个CD继续延伸的话 对吧 确认的那一点呢 就是278的一个突破 当然如果你在做正股的话 这就有点对吧 因为你在高位再追上去嘛 那就比较危险一点 就看靠吧 但是财报之前 靠的隐含波动率高 所以靠的价值呢 也会高一点 但是总体来说 一张靠的钱 比买正股的这个钱 还是会少非常多的 不一样的哈 所以在这里呢 就是重视一下这一个 这一个上级趋势 能不能维持住 另外一点呢 就是现在这一个特斯拉的走势 有点诡异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昨天啊 非常多的买入量进去了 然后呢 后面的跌幅呢 是无量的再弄下去了 就感觉第二天 应该是有一个跳高的 果然出去了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感觉 把这里的买入量呢 是很大幅度的给消耗掉了啊 给消耗掉了 所以日内呢 形成了一个双顶 所以第二天下行的这个风险呢 就要小心一点 而且如果有九转的话 也是要小心谨慎一点的 反正就是反正这几天来说的话 如果你是很早就已经抄底特斯拉的话 对吧 那你肯定是有利润 可以就是减仓 然后就是小心一点这个风险 毕竟就是一路这样子弄上去 又看到有这种下行风险的话 还是我们的交易规则 还是要恪守一下 比较小心一点啊 继续的往上去走的话 至于我觉得冲击力来说的话 特斯拉 is full of surprises 对吧 特斯拉充满了这一个惊喜的 我们也说不准呢 那么在这里 为什么下行的这一个压力 有这么大呢 主要就是交付数据不及预期嘛 这个也就是因为生产工厂的升级 所以就影响了一下生产 这个二季度财报都已经跌了超过9% 去price in一下了 之前都已经预算过了 而降价呢 我们也说了嘛 高利率时代 那么很多人去买车子的时候 还是会做贷款的嘛 那么你3%4%的这种利率 跟现在7%8%的这种的车贷的利率去比的话 肯定是完全不一样 肯定会影响这个需求 他不减价的话 他怎么去跟这个别的这些对手去竞争 对不对 所以情有可原 马哥在上一个记录财报里面 记者有直接去问的嘛 可不可以就是之后不减价的 做些广告这些 他说没办法 现在利率没有减下来 那么去对吧 如果我们去把利率减下来的话 对吧 那肯定就是你的这个竞争力怎么办 竞争力怎么办 看一下马哥这次怎么说吧 毕竟CFO换人了 之前呢都是Zack陪同他在一起的 我觉得这个财报 我最大的一个看点就是 现在的这个CFO 懂不懂得帮助这个马斯克呢 去打这个原厂 毕竟我们知道 马斯克有的时候呢 说话的时候呢 有的时候可能就是 太投入了 太投入了 然后很多时候 我们看见旁边的这个CFO 就是之前的这个CFO Zack呢 是都会把他给拉回来一点的 然后每次华尔街听到 这个CFO在说话的时候呢 都挺不错的一个 对于股价挺不错的一个效果的 所以这次换了一个新的CFO上去 所以这个就变成另外一个问号了 毕竟大家想看的就是 这一次的降价 对于特斯拉的毛利润 到底有多大的一个影响 这里大家要意识到的就是 他降价出去 他卖出去的车子啊 是多很多的 大家可以去看交付数据的 这些交付数据啊 就算43万5没有达到预期的话 那跟之前的30多万去比的话 去年的话 也是大幅度的上涨 如果你降价的话 你车子卖出去 上一年是35万 今年还是35万的话 那有问题 但如果你降价了 对不对 你上年卖出去35万 今年卖出去40多万的话 那肯定还是在往上在走啊 需求在上去啊 所以我们就看一下 战车Cybertruck出来之后呢 能不能带动一下特撒的骨架 五分钟的时间段 更加完美的体现出来的 这里的这一个上行通道啊 可以看到这个上行通道 非常的明显 所以来到这里呢 它只是在隧道的中间这一边 一些重要的点位呢 260吧 260的Bounce我们拿到了 大家可以看到我的这一个 我刚刚是一直 这一边我都没有打开我的点位啊 所以我没有时间去把点位弄出来 但大家可以看到的 今天的这里的高位呢 对吧 过不了我的269.92百好的 这一根压力线 下面的支撑线来说的话呢 这一个Bounce呢 大家可以看到很完美的 是从我的260.66呢 是弹上去的啊 现在接近这一个 264.59左右的 这一根压力线附近 所以就看能不能进一步上去了 四方图上次我们去测试的时候 我们看到两个点位是265和273 273作为比较大的一个点位 但是现在我觉得比较明显的 就是269这一边有点压力啊 连续两次了 趴他上定 但是隧道是更加大一点的这个走势 所以就by low sell high by low sell high 直到他的趋势改变了 哎 每次说到这个特撒的时候 博主就会情不自禁说多利利言啊 接下来英伟达吧 英伟达呢 我们昨天复盘的时候呢 我是去讨论过三星和SK的 这两个芯片半导体呢 是得到了美国这一方面的许可呢 就是可以继续的给这个国内呢 提供这个芯片半导体啊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芯片半导体这一边呢 也是进一步的上去了 毕竟10月11号到17号的APEC高峰会议呢 可能是会有这个习败会出现的 所以来到这个之前呢 我们也看到美国这一边呢 参议院 Sumer领导呢 是跑过去带了一席人 六个人 三个Republican 三个Democrat 一席人过去 对吧 其实就是为了在习败会出现之前呢 尽量的拿好各自的这个筹码 中美双方 但是芯片半导体呢 肯定对于这一些政策的影响是有很大的 毕竟英伟达现在给国内这边提供的 就是A800低端的人工智能芯片 当然三星这一边也是有芯片半导体 可以提供给国内 现在都得到US waiver了 有这个南韩得到了这个许可乐 那么我觉得英伟达走势强吧 大家可以看到的 盘中绿色的买入量很多 在这一边 对吧 特斯拉是昨天买入量多 今天就变成抛售一点了吗 有些这个下行的风险 毕竟今天特斯拉盘中呢 是有这个摩根斯坦尼跟投资者的这个对话 发出来的 在那一边呢 就是有很多对于纪录财报的一个担忧 而且就是说 你莫根斯坦尼不是说那个Dojo 对吧 人工智能概念方面 可以给特斯拉这个估值增加吗 那确实怎么去估算 还是很难去琢磨 因为摸不到嘛 毕竟他的这一个汽车制造的营收呢 是超过80%以上的这一个总收入 总收入 所以大致上来说 你光是看财报的话 是一个汽车制造公司 但是我们知道他的概念里面是有人工智能自己做芯片 做超级电脑 做Dojo 做类似英伟达的这些事情 因为在制造芯片嘛 然后呢 还有FSD对吧 一个汽车公司卖软件 就是不一样 摩根斯特尼整体呢 没有改变自己的这一个目标价格啊 这个400呢 Adam Jonas 12个月的这个目标价格还是摆在那里的 但是我们看到一些别的投行的是暂时把它调下去的 值得一提的就是 之前记得 那个特斯拉前面财报在拉涨的那一波啊 刚刚被下调到了248左右呢 对吧 就被打脸了 交付数据应该是大好的 然后我们就看见特斯拉开始拉涨了嘛 在那个时候 一些大的投行纷纷的即刻就把自己的那个评级 评算的这个 估算的这个价格呢 再次的调高 所以说不好啊 这个花街的分析 对吧 像那个特斯拉前面有一波 对吧 就是摩根斯特尼把调价给调高了 一涨10% 结果两家投行呢 再把它调下去了 高市那一边 还有另外一家忘记了 应该是在欧洲这一边的 忘记后面那一家是谁了 但是补刀了一下 然后把摩根斯特尼涨的那一波 全部给收回去了 所以还是那句话 一切都是看花街是怎么怎么的去预判 来到这里呢 我们也就是跟着趋势 英伟达的这个趋势呢 也是非常漂亮的 也是一个上行的通道 在这里呢 我们可以看见非常明显的 Higher High Higher Low 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上行的趋势 来到这里呢 这一个压力压力位置来说的话 对于英伟达来说的话 个人感觉这里上面是有另外一个缺口的 在469左右 我这里画458026 应该是用前面的位置在做 这里也开始接近了 就看能不能达到吧 如果这一个Higher High Higher Low的趋势没有破掉的话 那就可以继续的去看 看一下是不是Buy的Dip Buy的Dip 逢低买入这样子的一种策略 因为你可以看到均线呢 是很好的扶持着它 那既然它没有破的话 我们就进一步的去看 能不能继续的往上去冲 最高的这一个冲点 在网上的来说的话 我自己比较觉得这种480的这个点位呢 还是值得一看的 480 英伟达能不能再次的突破500 其实不是因为大家一个人在走啊 我老是把那只股票的符号给忘记 应该是SMCI SMCI呢跟着一起上去的 我们可以看到来自这9月21号 还231块的 现在过300了 34% 2D upside 这里还没有用蜡烛 蜡烛是更加多的 所以这个超微也长得非常的好 这个跟老梁跟这个 跟这个 老黄是非常好的机友啊 SMCI还有那个英伟达这一边 英伟达那个 詹森黄嘛 然后 Charles Lang是那个超微的那一边的 所以他俩是 今年是连接在一起啊 两只大牛股 摆在一起 SMCI现在应该已经回到 200%之上的这一个年初至今的 对啊 现在涨了264%了 大牛股 好接下来呢 我们去啊看一下这一个啊 其实七强好像点评的差不多了 就差这个微软了 今天压住啊微软的这个靠的话 因为昨天软件板块走的挺好的嘛 但其实是ADBE啊 其实是ADBE Adobe Adobe呢 也是有人工智能的这个概念的 AI概念的 前面财报附近啊 是跌的挺惨的 所以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整个软件板块里面呢 Adobe走的是比较强一点的 微软呢 我觉得最近就就还好吧 上去是上去了 但是大家也看到了 趋势感觉就是有点走到 走到头了 因为最陡峭的那一波 这一波应该靠上去 那这一波已经有点结束了呀 所以就感觉有点起脚了啊 这就是为什么整体来说 大盘有点慢下来的 我们如果去看的话 还有一点 我的压力位置在341左右 但是这里哇 这个靠真的是漂亮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的放量的 一天高个 非常强的一个微软 但是来到这里 这里都已经平衡了 在做台阶 台阶位了对吧 有可能在后面呢 再进一步的往341这一边去进发 341拿下来的话 就可以去349这一边了 然后再进一步的往上 但这一些是30分钟时间段 你做swing trade的话 可能还不错 这里非常明显的一个 W底部 双底 double bottom 开始往上再走 开始在往上再走 好 现在来到了power hour 一天交易量比较大的一个时候 每一天啊 如果你做day trader的话 日内在做交易的话 要很清楚市场的这一个 这个顺息百变的 最大的交易量出现在开盘的半个小时 还有收盘前的一个小时 收盘前的一个小时就叫做power hour 这个时候呢 通常股价呢 都是会放出比较大的一个冲击量 我想说特斯拉是卡住的嘛 这个基本上没有动啊 还是维持在绿这一边 我们看到指数之前是在四三六二吧 didn't move at all 所以来到CPI之前呢 没有给出方向 看一下尾盘在平衡单进行之前 imbalance 也就是在那个收盘前十分钟 imbalance进行之前 看一下有没有跳水 没有跳水的话 是不是代表市场比较看好 明天的CPI不会爆雷 毕竟刚刚我给大家已经看过了嘛 这个core核心的 核心的这个CPI呢 是一直在往下在掉的啊 一直在往上在掉 来到这里TLT TMF能不能抄底 其实这个之前 前几天的复盘 我已经去讨论过了 这里是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底部啊 应该在82附近的 而且这一次是没有需要去摸到的 可以看到的吧 81.93 这里都回到03年了 对吧 沙士的时候了 SARS的时候 0709年金融危机的这一边 这个底部了 因为这几年啊 都是有大事件发生的吧 01年那一边是911 03年这边是SARS Breakout 0709年是金融危机 然后后面这一边呢 还有一个那个Fukushima 核电的那件事情 所以每一年都是有东西在影响着市场 到了13年之后 大家可以看到的 那个美债这一边呢 是往上去走了 国债这一边去说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个12345 全部都是在82的 所以这一次啊 这一次其实呢 它都已经底部放量了 已经底部放量了 这里看不到 我要把那个volume给关掉 应该能看到 但是这里呢 是有一根inverse inverse的这个Bolish Hammer的 倒过来的这个锤子 在网上再走推上去 大家可以看到 天亮放出来了啊 这个是月K 天亮放出来了 因为TLT20年 20年加的iShares的 这一个美债呢 美债的基金呢 是暴跌的啊 过去的过去两年 这一边呢 是暴跌的 特别是COVID出来的这一波 所以就给了一个 非常大的一个抄底的一个机会 但是小白要注意啊 这只股票走得非常的慢 因为这个是拿来 就是给比较大的这个仓位的 比如说你手上拿着 5万10万往上走的吧 就比较大的户口 不然它一年涨个5% 3%的话 就没有太大的一个回报率 你拿着5000亿万去做的话 TLT逃不到什么 就是太好的这个 这一个回报的 如果你想比较基金一点的话 你要去利用的应该是TMF 这个是三倍做多 尴尬 这个就是给小户口 拿来去做比较短时间点的一个变化 因为刚刚TLT呢 就是这种一对一的 但是基金都是有耗损的 还有management fee 管理费 那个都是要去考量之一的 如果你在投资的时候 TMF来说的话呢 它走的会比较快一点 譬如这几天 每债价格再次的涨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 它从4.1涨到了4.7 这个就比较是可以拿来给 小一点的户口 5000亿万呢 这一种的 去做这一种的百分比 毕竟4.7到4.1的话 这最起码有十几个点了吧 15个点左右 right so it's pretty nice 5000块的话 你赚750块 但是你要从最低拿到最高这一边去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美债这里呢 是很有很明显的这个迹象呢 就是这个利率见到峰值了 也就是代表 美联储要开始自己的这个 hire for longer 也就是把这个利率开始暂停了 但是这个longer 到底是维持多久呢 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看点和问号了 我看一下七强这一边 是不是都点评了一遍呢 我们基本上把 对我们没有说亚马逊 sorry about that 今天可能比较多的人看吧 看见这个trading bill loading 真的是有点慢 银行板块是我最后会说的单元 刚刚我说完七强之后 我就想说 这几前一阵子 银行因为经济衰弱的预期 所以银行股呢 是跌得比较厉害的 为什么呢 因为经济衰弱的话 银行就算有高利率的话 也不能做 也不能做出来这么多的业务 对吧 就算你利率高 你可以收很多的服务费 管理费这一些的来说的话 但是你没有足够多的这个量去支持的话 那你还是没有用 对吧 你还是没有用 所以银行股呢 就跌下去了 但是这两天啊 这个利率下去一点了 这个利率下去一点了啊 另外一个对银行板块隐藏的黑天鹅 就是大家不要忘记了 三月的时候 这个SVB 还有那个FRC 对吧 这一些去银行掉下去的时候 其实有一定的 一定的这个原因呢 就是因为他们的美债投资失败了 什么意思呢 美联储非常激进的加息 导致这些区域银行去买入的美债呢 是亏了大本的 亏了大钱的 根本补不上 所以这一次啊 美债利率在往上走的时候 大家看见美联储第一件出来去做的事情是什么 放鸽子 放鸽子 他们很清楚的 如果利率维持的这么高的话 这些区域银行呢 是维持不住的 那就会变出了第二个SVB 第二个FRC出来了 那DPST那一些的 做多这个区域银行的这种基金的话 就又要往下去砸盘了吗 如果又又搞了一个区域银行破产的话 那美联储不就又要去 紧急的去把这个QT给结束掉 把这个收紧的政策给做一下这个暂停了 所以与其这样子还不如出来先放放鸽子 因为国债利率涨上去的话会让这些银行亏很多钱的 因为银行呢也会去买美债的 也会去买美债 但是当时像那个挂股银行 SVB Sircon Valley Bank 还有第一共和银行 还有这个签名银行 Signature Bank 他们去买入的时候啊 利率就是因为美联储一开始说的嘛 1.9目标 1.9% 差不多了 结果呢转一年 利率跑到3% 4%去了 在那个时候他们手上拿着对应的1.95%的 1.9的这种的美债利率根本不值钱 利率太低了呀 你现在在市场上就能拿到3%到4% 那那些美债能值钱吗 不值钱 所以我们就看到那些银行赔了一大堆钱 所以就面临这种破产的风险 最后也破产了嘛 所以就我们看到那个JP Morgan那边呢 就减便宜的直接把人家的银行去给买过来了 减了一个大便宜 所以美联储这次提前看到那个利率好像又开始浪了 又开始高了 即刻就开始出来打压 即刻就开始打压 然后就是说 应该是 那个Rates are restrictive 有压制性了 所以要小心一点 要小心一点 所以其实我们把这些利害关系去摸一下的话 大约就可以看清楚 对吧 这个市场呢 到底在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系 好 那我们把这一个亚马逊去说一下 不知道为什么我的train meat突然就卡住 弄不出来 总算有了 亚马逊呢 业绩应该是一般般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知道了嘛 他之前有一个prime day 亚马逊prime day 就等于是他的这种黑五的销售 后来做了两个prime day 那现在又来了一个 amazon prime big deal day 大的这个便宜的这个deal day 那就代表什么意思呢 肯定是卖的不好 不然的话 为什么要去做这么多个这个促销日呢 但是亚马逊的股价来说的话 也是一个w双底 非常大的一个双底 在小的时间段 我们去看一下日线级别吧 RSI指标来说的话 它是最低的 也是一个w底部 日线级别 双底 正好支撑在均线上面 然后去上面的话 第一压力在132 第二压力在这个很难补的 135的这个缺口 除非亚马逊出点利好吧 大家不要忘记 亚马逊呢 是有AWS云端的软件的 配合他的bedrock AI 也就是亚马逊的人工智能 但是这一方面来说的话 它的核心呢 是他的这一个电商的core business 而在那一方面呢 如果进入经济衰弱的话 不是这么的好啊 不是这么的好 所以大家要小心一点啊 而且现在OEU那一边 整天就是在找这种反垄断 对吧 所以就是要小心这些拥有垄断性的一些 气墙里面的成员 会不会被影响啊 所以大家要注意一下这一方面的这一个 这个下行的风险 但是我觉得 如果他的业绩好的话 他不会做这么多个啊 这么多个促销的 好 最后我们说一下奈飞吧 奈飞是在这一个Fang里面的Faang原成员 后面改成的是叫什么来着 马他塔好像是 反正这些名字都有改变 今年是Magnificent Seven 也就是七强 Netflix Netflix来说的话呢 是跌破了200日金线 我觉得值得一看 这里是一个比较极限的一个跌幅了 200日金线之下的股票都是 如果他是大的这种大盘股的话 都值得去一看的 因为背离的很厉害 MACD今天这里跌破200日金线 但你看MACD没有死差下去 没有大幅的死差 RSI呢也是进一步的在背离中 所以我觉得奈飞这边是可以看一下的 周四周五的话 期限都比较便宜一点 我们看一下他到底什么时候去做一个跳 因为你可以看到这里是停下来了 如果这里再打开跌幅的话 那么先等他起稳再说了 但是这几天奈飞跌的是非常的多 内部来说的话 他是把那个广告的管理管理的这个高管的是给换掉了 找了一个替补的上去 所以来了这边 我看到奈飞的这个growth增长的是被 这个指出这个提问的 是不是因为这个one piece的这个海贼王的真人版 不是这么好的这个收视率呢 又是一个看点呢 游一游戏二到底什么时候上演 好像自这个黑暗荣耀之后 就没有第二个我在那个奈飞最近在刷这个剧 不知道大家在奈飞上面刷哪一套剧比较好看 欢迎在留言区给J推荐一下 所以我觉得奈飞这边呢还是值得一看的 因为毕竟之前嘛 很多人想抄底了一只股票 但可能就是有点遗忘的 是asmy asml asml呢跌破了200日线 你可以看到后面贴的是多少的 所以不一定就是200日均线被那个跌破之后 他即刻就能这个止跌的 来到这里可以看到这个二赛的直接日线级别 跌破了30的真的是各种的惨了 但是开始做V型反弹了 asmy是在欧洲呢市值算是数一数二的 当然欧洲那边还有LVMH 也就是LV的这个母公司 拥有非常多的品牌 他的那个老板呢又是对吧 那个大富豪在那个首富榜上面 asml的这个反弹呢已经到了52赛了 大家也可以看到比较弱的股票呢 2赛是不会超过50太多的 所以来了这里呢就是看会不会下去 这里也起脚了 所以asmy会小心一点啊 603 补齐缺口在上面的话可能到618 上面还有缺口呢 200军在653 其实长线来到这里呢 asmy因为asmy和台积电tsm呢 都是这种大佬级别的 什么意思呢 如果他跟三星谈生意的话 是三星飞去asmy欧洲的总部呢 去跟他去谈办 不是倒过来的啊 不是倒过来的 为什么因为他的EUV的这个复合机 对于制造芯片呢 特别的重要 三星啊苹果这些的需要EUV的 一部就买200Million嘛 两亿啊一部机器就要两亿 所以就是这种大佬级别的芯片半导体设备的存在 但是大家要注意的就是 在这里呢 芯片加工呢 才是最赚钱的一部分 特别是英伟达 这是英伟达的绝对的一个 绝对的一个优势啊 很多人是忽略这一点 就譬如说 英伟达的芯片 像他的这个高端 三万四万美金的卖出去 怎么台积电作为他的这一个上游 怎么就赚不到这么多钱呢 还是在这一个改装改工的上面是赚到钱 如果在这个三万多的里面台积电可能只赚1000 that's it very very little 但是英伟达呢 就是把所有的这个别的利润拿出来 为什么呢 他是有软件的 他是有利用这个软件的去 更加好的去优化这些芯片和半导体的 而软件的成本高嘛 不高 所以他的profit margin 他的这个毛利润呢 就非常非常的高 非常可观 这就是为什么英伟达的估值呢 过了一万亿 赚钱 来到这里呢 我好像忘记去看AMD了 AMD昨天在109 还想说挺不错的 今天英伟达还可以 那么AMD应该也是还可以吧 我们去看一下 AMD我今天真的忘记看了 107.68左右 下去了一点 我们刚有那种感觉就是觉得 因为那个AMD是不是又要去测试了 50日均线呢 日线级别在105.77左右 这个还在之上的 还可以 站稳50日均线来说的话 就有可能是打开上行通道了 毕竟大家可以看到的 这里下行趋势线呢 被这一根大洋的是否定掉了 所以在这里呢 它确实是突破形态 MACD打开 RSI在50之上 所以说上行的话 还可以看一看 我们可以看到这边还在停牌 2671的这个涨幅度 非常的 非常的可观 好 现在我去说一下银行 板块 银行这几天涨得最猛的 感觉是BAC啊 但是今天大家可以看到 趋势有点到末了 因为这里又走到顶位去了 27.16美银啊 25.7的实体吧 日线级别 周五呢 黑色星期五 10月13号 就是啊 就是这一个银行 还有一些投行的 像联合健康 当然那个是保险公司 金融板块的这一个财报了 所以到时候我们去看一下 这个序幕拉开是怎么样的 美银应该是在另外一天的 它是它是在周二的啊 但是这几天大家可以看到 这里美银是走了一波的 如果你不知道买哪一个银行的话 三倍做多 金融股的是FAS 是这一个板块啊 FAS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繁指应该是FAZ吧 它的繁指 如果你是看空的话 是做FAZ FAS来到这一边呢 支撑在54.64 继续往上的话 你可以看到跟美银一样的 美银也是看到这一边的支撑的压力 变成这一边的这个压力 所以就就看能不能继续的上去 这里前面的两个压力点 一个在61.7 另外的一个呢 在64.62 相对来说 大家可以看到的 这里其实已经是54这一边 之前呢 是一个底部了 然后现在继续的再往上 就是看这个第一个61这一边 会不会变成是压力的 总体还是看投行们的 这个业绩啊 是怎么样的一个走势 但希望我刚刚对于美债的这个解释呢 能帮助大家更加好的去了解这一些 还有哪支银行应该是可以看 其实就是选大名字吧 今天大家可以看到的都是平平无奇的 没有太大的一个分歧 我们来刷新一下啊 这边让它去load一会儿 我想说大盘好像稳稳的卡住了 刚在想大盘是不是有所改变 结果还在4362 好像刚刚回来去看一下的时候 也是这个样子 我觉得不跌下去呢 也非常的好 横盘呢 其实是代表是看多的 为什么呢 因为就代表空头砸不下去 对吧 空头如果砸不下去的话 那其实他们的看跌期权 Post的话 就是被抹销的还是有点多的 当然看多期权也不会这么的好 因为就横盘在中间嘛 等于就是在做这种Iron Condor 两边都是在卖期权 人在赢的self put self call的这种 但是我觉得在CPI之前 走出这种行情也是比较正常的 毕竟数据是比较是大的 好这里应该更新了 但是没有看到一个特别亮眼的一个银行 如果你去看一周的表现的话 就是BAC在那里 JP Morgan还有点这个幅度吧 但除其余的来说的话 对吧 就是一些老名字 City花旗 还有那个美银都涨了4% 两支表现相对来说比较不错 高盛和大摩来说的话 没有太大的一个区别 道指里面比较强的是军工股吗 军工股吗 因为银行股也是在道指里面的一个成员 所以要注意一下的 所以银行就看吧 暂时先这样子 复盘里面如果看到有别的消息面的话 我会去跟大家去点评一下的 就说一下 为什么道指和纳指另外的一点 为什么今天是走分化的 科技股因为国债利率下来了 所以走强 但是道指另外一个今天比较弱的呢 就是因为 这个福美 ExxonMobil呢 是收购了一个 这个Pioneer Natural Resources 非常大的一个收购 但是它是用股票去购买的 那么大家去想一下 特斯拉去收购Twitter的时候 发生什么事情 股价 对吧 所以你就看到那个福美这边今天跌了5.13%嘛 这个就是 而且油价也堆了 所以它被双重暴击 所以这个福美呢 就是继续的往下去走 如果战事是有不稳定性的话 相信油价会再次上去 但是现在没有这种迹象出现 每次我们看见这一个 华尔街开始唱多 石油的价格要涨到150啊 或者多高的时候 就看见 往往啊 对吧 那个媒体开始去炒作的时候呢 好像都是一个高点啊 所以大家要小心一点 大家要小心一点 另外的来说的话 就是今天的医疗设备暴跌啊 医疗设备呢 是暴跌的 我们可以看到今天这一个ISRG 这个龙头股呢 是大跌6%的 280% 但是你去找的话 应该是没有找到消息面的 为什么会发生这个事情呢 其实还是那个 减肥药那一边的Ozampic 这件事情呢 因为今天这一个 Novo这个制药公司来说的话 是把那个 对于这个 应该是kidney kidney 等一下要去给大家去找出来啊 right here Novo Disks Kidney Disease Treatment Study 对于这个肾病 肾病 肾病的这一个医疗法呢 是有这一个 这个药的就是有效 Ozampic非常的火 最近 Vigovic是那个减肥药 所以来到这里呢 如果我们知道 那个肾方面呢 是有需要像那个手术啊 这种治疗的 这些都是比较 影响还是挺大的 所以呢 这个TAM Total Adjustable Market 影响的市场也是挺大的 来到这里呢 我就看到这些医疗设备 那既然身体好一点的话 那可能就没有这么多的需求 需要别的这些医疗的这种设备 所以我们看见那些股票呢 就全部都被带下去了啊 这个利好出来了之后 这几天这件事情呢 是被推到前面去了 而我们可以看到 Eli Lily呢 也是有上去的啊 今天你来涨了这一边 应该就有了嘛 他一个信息涨了13.86了 全球对吧 十大最大的这一个制药公司 非常的啊 Amgen这一边呢 也是跟着上去 但是AMGN的这个是因为分析师上调了 英伟达今天也被上调了 从600调掉了这个700块去 目标价格 还是非常的猛 但是我觉得那个这两只制药来说的话 还是那个今年也是走的是非常的 非常的高 特别是Novo 还有这一个Novo 跟这个LLY呢 都是一起 历来一起是在网上在搞歌的 主要就是在看这个Ozenpeg 还有Vigovi的这两种 这两种药 Vigovi来说的话 是一些这个名人都在用的啊 Vigovi呢 我们的这个马哥呢 也是也是力挺的啊 也是力挺的 非常的非常火之前 这几天在推文上面呢 也是有在讨论这个东西的 可以看到在尾盘 还有40分钟 38分钟左右呢 就收盘了 来到这里呢 股市呢 是想冲高的 就是感觉在这里有点卡住啊 没有冲到4367这一边去 我们把我把最后的点位啊 这里更新一下 然后就下去 然后我一会儿做那个复盘视频 在这里呢 我们可以看到4381左右啊 第一的压力目标 第二个呢 是4400左右 这是我看的两大点位 4400附近这一边呢 是缺口的 缺口的上方 我的一个终极的点位是441 对于这一波来说 如果这里能进去 CPI走好的话 我觉得441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点位 这里日内呢 在上一次冲上去的时候呢 是遇到不少的这个压力的 所以这个区域很重要 大级别来说的话 我对于指数的看法是这个 为什么这里争夺的这么的厉害 我给大家看一下哈 等一下 好像不是这一个chart 对在这一边 我之前的复盘呢 一直讨论过的 这里是变成一个morningstar反转的 而这里周k的这一根 周线的这个实体呢 是渐渐的跑到隧道的里面去了 这个非常的重要 所以多空在这一边呢 是在做这个博弈的 就是空头呢 是不想大盘呢 再次的走入这种大级别的上行的隧道里面去 可是我们可以看到 大盘今天租了一个日线级别 暂时是一个 我也不会说 是十字星 但是有点上那个中短线啊 也是十字星了 但是实体比较长一点的 这一支如果能在这种尾盘 是收在里面的话 这对于多军是很厉害的 因为第二天就有可能 进一步的往这种4400和之上去推进的 整体最大的一个点位呢 就是我把这个蓝色的线拉长的话 对吧 4440这一边呢 就会变成一个很大的一个看点 其实这里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下行隧道的 还有一个下行隧道的 下行隧道的终点呢 在4427附近 4427附近 所以这里就是看到底是收成什么样子 大家可以看到 日线级别呢 还是一个十字星 还是一个十字星 在高位的十字星不是这么的好啊 你看在低位呢 就是代表变盘往上吧 所以来到这里呢 希望收一根绿的十字星 这样子起码就是对吧 变成一个连接的继续的往上去冲 不然真的CPI有点啊 有点这个危险 而且你可以看正好在缺口的压力的顶位这里啊 所以明天呢 就有一个比较冲的一个位置 strangle straddle 大家会听到双买的 双买里面说的strangle和straddle是什么区别呢 straddle呢 是一种期权策略 你就是买跌和买看涨呢 是同时去买的 straddle来说的话 就是买在同一个价位上面 而strangle来说的话呢 是你用不同的价位 就比如说我是偏看多的 那我就会买一个贵一点的call 便宜一点的put 然后倒过来 我是看空的话 我就会买一个贵一点的put 便宜一点的这个啊 看多的期权 就看自己是怎么样去做的 这个就是期权的一种对冲啊 期权的一种对冲 好 这一只股票我们可以看到 应该就是到这里呢 没有看到它更加多 不知道盘后是不是就是往下走了 反正这一种的冲进来说的话 你没有提早进去的话 在后面追的话 就就基本上它一直停牌嘛 就很难去啊 很难去操作的啊 后事来说的话就就比较难说 好 今天我就先那个预期到这里了 因为这里没有进一步的这个新的消息出来 我们也没有看到跳水 但是如果大家在后半个小时看到跳水的话 要小心一点啊 因为这里已经横盘了很久了 明天早盘呢 是有这一个CPI的 今天我还会做一次这一个复盘视频的 可能等到亚洲开盘的时候吧 这样子可以更加完整的 给大家去那个做出一个完整的一个复盘 好 谢谢大家就观看 记得分享 记得点赞 不要错过我的更新 哎呀 一起去 我现在让我看进去 趁在里面 保护 更是 嗯 这